一个是特别的叫什么 副总的父母他们有这个信心 那你是应该自行才行 就是比较感觉有的时候 可能在他们心里面 不是说可能 但我不说副总你的父母 或者是什么样 就一定有这个贤别爱父的思想 不是的 因为他可能有他们的亲戚朋友 会左右他们的思想 会左右 我不是说副总 他父母一定的想法 不一定 但是他的亲戚朋友会说 你说以后 作为父母的辈的话 父辈的话可能说 感觉怎么怎么样 你儿子你看那么好 你找个像丫头怎么怎么样 有的说真的话 有的不排除 然后父母的难就不好处理了 聪明的父母会冷处理 儿子喜欢的 他们完全支持 有些父母的话 以自我为中心 就是感觉是门不当 父母对 那就是不行 那这个是比较少 这个父母少 有智慧的父母的话 就是我能眼相看 就看看你们发展 我也不说反对 我也不说支持 我就看你们怎么样 嗯 那如果真的是儿子喜欢的话 没有哪个父母说 确实 这个女孩子可以 那各方面了解 可以情况下 父母会全家主人去 白端好好的应用 把它断送掉 很少很少 嗯 这一点的话 我就希望金子 你要你要什么 你执行 多了副总创造制造的机会 你多了程度去 跟他们多来往 这样 好 嗯 这个是什么好 一交往以后 你会多增加什么呢 就是多增加那种 大家的接触机会 他们会更多的机会 了解你 认识你 对 其实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 去叫金子来成都 和我爸爸妈妈见面 我是不想给金子压力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在合适的时候 合适的时间地点 我肯定会去 做这个事 然后呢 也不会让金子 去感到任何的压力 对吧 这样才能够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是相处的一个方式 就是现在 我操作过急 我要忙 我带回家 我要去 怎么样 那个是不好的 这样子对金子 是不公平的 知道吧 对 我不想让他 有那种感觉 我不想让他 就是老婆他去我家了 他愿意来 去我家了 我不想让他 有那种寄人泥下的感觉 对 这个很重要 家人们 你们能明白 能理解小腹的这个心情吗 能理解的 咱们打个一 好吗 这个很重要 其实前段时间 那个时候金子好像在成都准备过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富人做的比较好 当然可能当中有点内情富总 你们相互没沟通好 不是说说那个特别是金子受了很多委屈 我也知道 我这里面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故事里面 金子也没说出来 但是这点的话 理解金子 但是可能的话 那个时候还是金子还是这种亲情的 感觉人家就是给人的感觉 我好像是真的是有点倒贴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这种呢 从以后 从以后 你们发展下来以后 其实富总做的比较好 或者金子也 比较成熟了 又有什么感觉呢 一个 你们在这段时间段是 用的是什么 这种冷处理的方式 给大家多了时间 然后给一段时间 让金子自己成长 增强自信 所以富总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让你 没有 没有 压力 就让你金子成长起来以后 金子有足够的自信 也就说了 我金子就能配我富总 我们能配 没有 我还觉得 我有点配无散金子呢 家人们受水 小富豪 富总 你也蛮很优秀的 说实话 很优秀 没有 陈叔 您莫奖了 因为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从我们 虽然没见过 亲近的面 你这个人 做事比较沉稳 内敏 不一样的 不张狂的 两样的 谢谢您 谢谢您的夸奖 我觉得 其实 怎么说呢 因为我呢 也算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吧 也 所谓的 大起大落 我也经历过吧 然后可能我对一些事情的看待 就没有那么 呃 就是我的年纪也到那儿了吧 也二十七八岁了 也不可能 也像那种小孩子 二十二三岁那种状态 去对待一些事情 其实我更多的 我可能会去处理这个事 我可能会先想一下 然后再去弄 我呢 其实也很有幸啊 也很有幸能认识金资 然后通过他 说实话 我认识直播间 所有的家人们都是通过金资 我才认识大家的 其实也这个东西就是缘分嘛 对吧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说也很很感谢 也很感激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答应我 那个时候就是说 我不在的时候 一定要帮我照看一下金资 其实叔叔阿姨们都做到了 我很感谢 也很感激 因为我们群里面很多的粉丝 是真正的喜欢 真正的喜欢你们 就会真正维护你们 特别是有一个 辽宁的好像是吧 叫什么天地 是叫天地之间 对天地之间 叔叔 天地之间 而且他发言 他可能是北方人比较冲的 那说话说话 就攻击了你们的黑粉 就很厉害的 我现在看 我没答应 因为这个人很维护金资的 他一直 他一直对副主人跟金资 真正是你们的铁粉 谢谢 他特别维护你们 对 当然群里三位有一点点 对您不利的声音 他都会强烈站出来去发声 对 很感谢 很感谢 所以说 我觉得 就是我和金资 我们都是幸运的 实话实说 而且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我呢 我这个人 我不喜欢去拍谁的马屁 因为我的性格也比较直 就是我 我就是谁那种 谁也不怕那种性格 然后呢 哎 你们这么支持我们 说实话啊 真的很感谢 很感激 而且你们都是善良的 说实话 可能父强呢 算不上什么好人啊 我算不上什么好人 我不能说我是好人怎么样 我不是 但是呢 能遇到你们 就是我们的幸运 还是那句话 对 这个东西缘分 缘分来了 就不要轻易放弃 就人家说的 不抛弃 不放弃 你们都做到了 其实这点的话 我是我们 做我们来讲的话 很欣慰 嗯 没有抛弃 没有放弃 虽然这么大的阻力 压力来以后 通过副总的 不断的努力 精致 然后可能 就是说 也看到这个事情里面的原 原为以后 离体 接纳包容 就这点做得很好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叔叔 谢谢你 所以说 不管怎么样 趁热打铁吧 谁缘 缘分要要 但是缘分来了 就不要轻易错过 放过 我肯定 抓住 肯定不会放弃的 谢谢您 陈叔叔 那感谢您 感谢您给我们提的建议和意见 我们一定会 没有没有 好好地去努力的 好吧 那主播间家人们 咱们一起打个感谢 然后 就谢谢陈叔叔了 好吧 没有没有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精致的开发结果 我们要看到好的结果 好吧 好好好 你们大家相信 能看到这一天 好 谢谢 好 再见 陈叔叔 没事 拜拜 好 其实 金正你发现没有 就是像陈叔叔他们 像陈叔叔这样的人 有很多 他们都在下面 他们都 其实可能有很多话想说 可能有的 就是跟陈叔叔一样的想法的 在公平上 可个一 好不好 家人们 陈叔叔今晚说了很多很多话 咱们跟陈叔叔有一样的想法的 都在公平上 可个小一 可以吗 家人们 就你们想说的话 其实陈叔叔应该也大部分 应该也代替大家说出来了 真的特别感谢陈叔叔 也特别感谢家人们 因为很多人都在给金正说 像陈叔叔说的这些话 有很多人都在说 所以我觉得 应该有很多人想说的话 今天晚上陈叔叔都说出来了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真的很谢谢 金正啊 开不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么问你吗 因为被这么多人关心 关爱 那是一种特别幸福的一个事 你知道吗 对呀 你前面也问了 我都有点羡慕你了 你知道吗 没有啊 有很多人在关心我们鸟 好不好 在关心你 对不对 家人们 都是关心金正和关心副歌的 对不对 哪怕有一天 我背叛了副歌 或者是 相当于是就是什么呢 背叛我 背叛我啥 就是不跟你 就是比如说我 怎么说那句话怎么说的 就是肯定家人们 也会替你抱不平的呀 比如说我以后欺负副歌 那也会 也会 欺负副歌抱不平的 对不对 家人们 对关心的是我们两个 这不仅仅是说 大家说的是 副歌欺负我 然后大家要帮助金之什么的 然后如果说我要欺负副歌的话 大家也会 就是帮副歌说话 然后来讨 这个一个公道 对不对 公道自然在吗 对不对 家人们 对的全民打一个对 让副歌看一下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发现没有 金之它的进步很大 很大的是什么 你看我其实我也没有质疑什么 我就是这么一说 他就会去 其实家人们 真的我们真的可以给金之点点赞 他进步很大 其实给了他时间 给了他时间 他绝对会慢慢的走起来 家人们对不对 是吧 支持金之欺负付钱 完了完了 对不起 不行 完了完了 你们支持我去欺负副歌吗 你们说的是哪一种的欺负 是那种 就是那种欺负 还是说真正的 就欺负他什么的 就是以后跟他从此断开来往 就相当于我是伤害他的 就是我去伤害他 伤害副歌 比如说副歌对我真心 然后副歌对我好 然后我呢 又伤害他 我就去 就是去 就是怎么怎么样那种 家人们 你们觉得 以后金之会不会 会不会让我在家里边 跪搓衣板呀 会的咱们打个会 不会的打个不会 什么 我说你以后会不会让我跪搓衣板 让你跪搓衣板干嘛 会啊 为什么会让 让富哥跪搓衣板呀 那不会的人还是居多啊 跪搓衣板的意思就是 我让你跪下的意思吗 不是啊 不是这个意思 是比如我不听话 然后你惩罚我 你叫我跪搓衣板 你又不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会 你不听话 我就要管你呢 是不是 看见没 家人们 金之是不是特别单纯 就是按照 就按照富哥的这种脾气来说的话 就按照富哥的这种性格来说的话 我跟富哥就是富哥他未来的老婆 只会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是女孩子 就比如说他的老婆会感觉自己多了一个爹 而不是多了一个儿子 像富哥这种人的话 他不会 多了个爹 为什么会多个爹啊 就是会很照顾自己 就像自己的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呀 就是照顾自己的老婆 就跟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 然后像就是 就是像跟那个 把自己的老婆当成自己的女儿 不是让 就是我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然后富哥也是 富哥也是这种 我看到 我倒希望金之有欺负富哥 那么一天这样说明 金之成了 内心强大了 什么语言出主 可以的 没问题的 就是如果说 我有一个想法 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凡没在家 在外边 你多少给我点面子 然后在家里边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好不好 你们觉得我 我会属于那种 是去管着人类人吗 而且你去外面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呀 我肯定不会跟你一起 在外面呀 为什么我不去呀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外面呀 你去 你比如说你去谈生意去吃饭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呀 你在家里的时候 我给你做做饭吃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你在 你在 你如果那样的话 你的 你就没有乐趣了呀 你的生活就没有乐趣了呀 我肯定 我要带女婿人 是我的朋友呀 对吧 对不对 男人都需要面子 也不是面子嘛 也不是 也不是说面不面子 就是 这个就是 如果说 我带着金子 比如说我本来 我在一个场合上面 但是他 比如说 哎 对吧 然后 我可能会觉得 别人可能会 在我这说 你女朋友 你老婆 或者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那样会可能会 产生误会 对不对 家人们 愿父总帅哥 金子小美女 有情人 忠诚眷属 谢谢 我们直播间的 我们直播间的叔叔和阿姨 应该 现在你们 给你们另一半 应该也是相敬如宾的那种 就是 两个人结婚以后 是不是 要保持相敬如宾 这种的话 才能 有那种 最开始的那种 心情 是不是 然后 富哥又突然挂麦了 富哥又突然挂麦了 是不是他 家人们 是不是富哥的 爸爸妈妈回来了 他就挂麦了 是不是 因为现在八点半了 我觉得应该 是他的爸爸妈妈回来了 所以 可能就 断了 那个 挂了麦 有可能 应该是 对 对他 他还在说话呢 他还在说话 然后一下就挂了 应该不是 我就突然就想起来 我觉得应该可能 可能是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妈 不在家嘛 然后可能回来了 回来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 他突然 他可能是听到了 然后他就给挂了 可能是这样的 不会是 没关系 他应该不是 没电了 他不是说他在酒店吗 他没有在酒店呀 他在家里面 我在酒店 是我在酒店 电话进来会 马上挂的吗 而且我反应够快的 接电话了吧 你们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爆猫回来了的感觉是这个原因的扣一 觉得他是接电话了的扣个二 好不好 你们觉得是什么样子 这么样面子在家上白金之白梦 对 朱姐 对 觉得是接电话的扣一 不对 觉得是他的爆猫回来了的扣一 然后接电话来了的扣二 我也觉得应该是 他你看他现在都退出直播间了 都没有说话了 他没有说话了 有可能 有可能电话打断了 这有什么怕呢 可能就是感觉就是跟我在这里嘻嘻哈哈的聊天 然后会不太好吧 有可能是 他来了 来了 是叔叔阿姨回来了吗 啊 是叔叔阿姨回来了吗 他早回来了呀 前面就回来了呀 啊 我刚才有电话进来 怎么 我们 我们还以为你是因为叔叔阿姨回来了 然后你马上就挂断了 没有啊 他们上完不回来了呀 他们先就回来了呀 他们不吃饭吗 他们吃完饭出去散步散完不回来了呀 你不是没吃吗 你不是说他们没在家吗 他们吃了我没吃呀 我睡醒了 我睡醒了起来他们都快吃过了 你睡醒了他们是快吃过是什么意思 对问我是不是我说我刚刚起来我刚刚起来我不想吃 哦 好了 怎么了 我刚刚有电话进来 嗯 叫我去喝酒 我说我不去 我说我在谈恋爱 我没时间 你能不能稳重点 真的 好的 朋友朋友 朋友 我没时间 刚刚有个电话进来 他这个电话进来 他要断的吗 这个 对 你就突然就断了 嗯 刚刚你说啥 咋了 嗯 妈 你刚刚问我爸妈咋了 没有啊 没咋了 你咋知道我爸妈回来了呀 不是 我们说的是 是不是你爸妈妈妈回来了 所以你就马上就 就把这个年麦给挂了 我挂他干嘛呀 我回来了就回来了呗 好吗 是吧 嗯 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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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悄的 我还 跟你聊个天 我还 还怕他们知道吗 我还就得让他们知道 是吧 小伙伴是不是 是不是都 就得要他们知道呀 不然 不然 我还藏着椰子的 小伙伴当好一个 怕耳朵也是幸福的 四川的有一个 以前的一个电视 好像叫幸福的怕耳朵 是吧 是的 对对对 我觉得 我觉得以后我肯定是幸福的 嗯 你这段时间什么时候买完呀 下个礼拜吧 下个礼拜 我看 下个礼拜 好吧 合同还没签呢 合同签了就 完了 就搞好了 为什么会一直都签个合同 不是很快吗 这 这个 这锤子买卖有点大 嗯 所以 所以比较 谈的东西比较多 你知道吗 嗯 对 不是你天天都谈 这个天天都有谈 我要联系很多人呀 因为 做一款酒 它不是说 你说做就马上做的呀 哦 等了 我知道了 是吧 有很多东西呀 它有包装 有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对吧 家伙们 咱们新进来的 没有给金智点关注的 点点关注好不好 然后有条件的 咱们来给金智 刮刮粉丝派 然后大家今天就早点休息 怎么样 富哥 我准备起来 我看一下 弄点啥吃的 有点饿了 嗯 家里应该有吃的 吃的肯定有 我又不想出门 嗯 哎呀 那那个 那那什么 那我就去弄吃的了 只不过现在家人们 那个我先去 填饱一下肚子 有点饿了 啊 现在我一会儿给你发视频 好不好 嗯 好 那我也先下播了 家人们 我们这样子啊 直播间的所有 此时此刻再直播间的 我们一起打个晚安 好不好 但谈的过程很慢的 哦这样的 来直播间的家人们 我们全屏打一波晚安 祝大家睡个好觉 做个好梦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然后祝大家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好不好 全屏打一波晚安 下次咱们再聊 拜拜 晚安复告 晚安直播间 晚安家人们 晚安 晚安 拜拜